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是生你的气 他是生这个世界的气 他烦着不平衡 因为他是个很优秀的人 知道吧 他蛮优秀的 但气量不够大 然后也挺善良的 他觉得我这么善良 为什么我就这么没好勇气呢 他觉得他受了委屈 反正他现在不得志吧 就是不得志 而且跟他最重要的是 他觉得比如说 他坐在这说 如果是我的错 那跟我一起的这些队友 那大家都有错 为什么偏偏是我 现在很倒霉 人家别人都挺好的吗 是吗 如果是说 因为我们是同流和无国的话 又不是我一个人 做成这件事 比如说 我们被 偏偏 假如说我们四个人 都是做了一些事 那恰恰这件 倒霉 最后我被抓住了 你们三个就跑了 是吧 而且他提拔了 或者说你们还 就是过得很好 他就觉得很不公平 而且可能他还是最善良的那个 或者是他是那个 最优秀的那个 这个呢 而且他气量也不够大 这个呢 让他对这个世界 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你知道吧 虽然他也知道 我就算我黑 我做了 那件事是我的错 但为什么他们三个 没受到惩罚 偏偏我一个人在 所有的惩罚 好像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是不是 所以他是 他是对佛 他的砸佛像也吧 他是 向这个世界抗议 知道吧 他不是 不喜欢佛 或者是他不是这样 他是说 不公平 这个世界善 没有善报 或者是这个 我这么善良 最后 很多恶人也没有得到惩罚 但是我这个善良的 稍稍犯了点错 就不被原谅了 就被这个世界惩罚了 很多恶人做成那样子 但是他照样的 人家药物扬威的 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很开心啊 这个世界不公平 你知道吧 他觉得不公平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问题 都出现在 就是他把自己所受的磨难 苦难或者不得志 或者寓意花坏 他的心情不好 都认为是这个世界 是别人的问题 或者是 有明明之中有种力量 是不公平的 就算有上帝有佛 他没有给我 实现出公平公正的东西来 所以要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就砸了算了 就是那种 他很善良 他也信 但是他烦的时候 他就觉得 把这个世界所有人 觉得这种明明中的力量 我呼唤过 但为什么你没有答应我呢 你也没有帮我呢 其实我的心是如此的牵扯 我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但是他也承认他有错 正因为他承认他有错 他也不是个好人 或者是他有时候 潜伏着也有些东西 觉得自己真的做过 或者自己真的犯过错 但是他同时他觉得 如果我是个坏的话 这世界没一个好人 他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有贪神吃满意 都有吸气欲望 如果是坐在他那个位置上 他也不如 知道吗 就是假如说是神经 如果其他人 坐在他那个位置上 可能干得比他还坏 这个世界都是坏人 你没有资格惩罚我 就算是那个 惩罚我的人 给我判 认为我 应该承受什么 就算他是个上帝 他也有问题 如果他是这个世界的上帝的话 他可能也犯错 就是说他是 他是在跟这种 民意之中的这种力量在咔喊 就是乐器太重 乐器太重 气量太小 然后呢 自认为自己 自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 因为不公平 所以他 他不包围就好了 还敢呢 是吧 这个敢肯定起不来了 我现在是希望他 如此善良的一个人 是吧 他能够释然 对这件事 知道吧 对这个命运的释然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我们可能四五个人 同时做了一些事 是吧 现在他们在飞黄腾达 侥幸没有得到 还抓住 那我一个人被 那也是英国里边的一些东西 是吧 有时候 你应该 应该去 如果是按政策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 有一端正之间的人 他会 可能会说 那这些人是我的队友朋友 他们 如果他们能改正 过去的就算了 那我一个人承当 就承当了吧 是吧 幸亏他们也有少有了 下有小的 是吧 幸亏他们没像我这样 我已经被抓逮住了 我就受了呗 他可能会这样子去想 但他现在恰恰是翻过来了 他觉得 为什么是我 而不是其他人 为什么这些人 那么多坏人 没受惩吧 为什么 就是他 完全是抱怨型的 就完全成了抱怨了 他没有 是个善良的 但他没有爱心 知道吧 没有翻过来去 去这样子想 是不是 这就全是一念之间啊 如果他这样翻过来想 他会很释然 你知道吗 现在他喝着酒 喝着犬 知道吧 然后你拜佛啊 你好好拜啊 求求菩萨保佑我们 晚年 反正我们也老了嘛 是吧 反正现在有吃有喝 保佑我们俩平平安安吧 以后不要再 再有什么事了啊 是吧 如果他把这个信念 能翻过来不抱怨的话 他真的是 他所有的磨难就值得了 受的那些磨难就值得了 每个人一生中 可能处缘 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磨难 只要你来 敢来人道 那可能就会处缘 那可能就因果会熟 是吧 有的人可能侥幸逃脱 但总有一天 天往回回 梳而不露 只不过是实际未到而已 这就是佛学里的因果律 但是呢 有的人就先熟了 有的人熟了善保 有的人熟了恶保 是吧 我们善恶都有啊 善保恶保都有啊 有的人不过去下地狱去品嘲 他的恶果去了 直接奴回到地狱去了 有的人在这个世界受点苦 下一次可能到了天道了 他不用在地狱待那么久啊 他不用奴回在畜生道 被剥皮憧憬啊 是吧 是啊 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受点磨难而言 是吧 他只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以为他就很苦了 可能有些人 他压抑的东西到最后 他可能流落到三恶道去 是吧 但是众生总是看这一世嘛 我们不会站在六道之外 看我们生生世世吧 因为众生总是相信 我这一世好了就行了 管他下一世呢 能往后推就往后推 但这不是智慧的 智者的看法 是吧 他能够 他没有来 我也没办法把这些话告诉给他 是吧 但是我能告诉给你啊 你遇到他也是果邦啊 是吧 就像他遇到这个世界一样 他现在在抱怨 你的抱怨何场不是跟他一样呢 你说 偏偏怎么让我遇到你呢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是不是附庭了 你是不是 是吧 但是没有看自己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就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曾经有秀过 当你跟他结婚的时候 爱过他的时候 他曾经很好 知道吧 你很爱他 现在不过就是他遭难了 知道吧 遭难了的时候 他出现了各种状态 他可能是愤怒的 甚至是邪恶的 甚至是这样的 甚至是那样的 如如不如地看着他 这就是六道中式的习气 都可能出现 因为他现在在磨难之中嘛 那可能把地狱道的习气 翻出来了 恶鬼道的习气 也翻出来了 那个畜生道的习气 也翻出来了 但是上山道吧 舒服一点 下山道的习气 你能舒服吗 你只能看着 这不像他啊 这像鬼啊 这像恶魔啊 是吧 你只能是这样子看到了 如果他还在家里 不是说是把你弄得活不下去 他最起码没有暴力倾向吧 最多就是打你吗 他最多眨眨买吧 对 他因为他还是善良 他还是有点修养的 就是他不会太过的 但是你可以 我觉得我告诉你 他没有附体 就是随着你的修行层次的提升 你自然会知道 那一刻怎么处理 我现在教你是没有用的 知道吧 你就是不断的 我能教你的就是 你要不断的劫持修正 去领悟佛陀的智慧 然后每天可能发生每天的事 那个时候 你凭的就是你当下的智慧去处理了 我做人呢 我能每天说 你可能今天发生什么事 明天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这个可能是不大 是你自己要去处理的 你要不准备离婚 如果未来生活 还是这样继续过下去的话 你必须去面对这件磨难 是吧 现在离不掉 离不掉 离不掉 那就不许面对 是吧 面对但处理不了 是吧 因为你的能力处理不了这个人 这个人他已经是这样了 而且他压根就没把你放眼里 是吧 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件事 又处理不了的时候 你知道 你就不去处理吧 你只能如如不动的旁观 你处理不了 你进入进去更麻烦 你自己更心 更痛苦 旁观走 他仍晚 你看着 他仍蝶子看着 是吧 他发脾气看着 他训酒看着 最多说一句 你注意身体啊 关心一下 人家不听就不听咯 能怎么样 你就是看着嘛 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旁观走 然后不生气 不抱怨 当然也不会很开心 但是你要拼命的修定力的话 你就会如如不动的 就这样 就列定力哦 不过就是你遇到的是这件事 那身边的每个人家里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看我身边很多 大家的 是 实际上 遇到的是更麻烦的事 有的是孩子出问题的 是吧 更心痛 知道吧 丈夫还好一点 我觉得大不了 因为孩子那个血缘关系 你真的是拿不起放不下 还有父母的问题啊 什么这些亲情友情爱情嘛 不就是这个情吧 这些情上我们都在受折磨 所以大家其实在人到受苦受难 都在情上受苦嘛 就是放不下这些情 你要全能一脚踹到门外去 你会受苦吗 是吧 把孩子踹到门外去 把老公踹到门外去 你不可能啊 都是情嘛 是吧 你爱着哦 是吧 你在意啊 你在乎啊 就算他恨你 你都在乎他 别说他爱你了 或者你爱他了 是不是 这些情你放不下 就在这里边受苦受难嘛 因为没有一份情是 按照你的样子发展的哦 没有一份情是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可能性不大 所以大家转着圈 都在里边受苦 你必须得修 修定力 不断地修 否则你现在这个事情 就是放在这的问题 知道吧 你解决不了 我也解决不了 知道吧 我们俩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问我 我是个旁观者 所以我不受伤害 你学我就好了嘛 虽然你跟他的关系 没办法像我这样旁观 但是你就学我就会好 我就不受伤害啊 他扔碟子扔啊 我看看我家里那个碗 多不多 再扔两个就没了 那继续扔啊扔啊 我回去大不了再没啊 哎 小心头啊 你看看你 是吧 虽然你少喝点吧 你那样有啥用呢 是吧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曾给过我们快乐 这个世界也曾给予过你东西啊 名利啊 名利啊 东西啊 嗯 要什么前途 我们的前途都是往生嘛 哈哈 要有什么前途 大家都 人到中年都四五十岁了 就像包括他都你看都五六十 那有啥前途 就算他没没受这个挫折 他要啥前途呢 也快退休了吧 是吧 有啥前途可 要什么前途呢 是吧 名利这些东西前家庭 他不也拥有了吗 在这个世界 只是说到后期遭遇了点寒流嘛 嗯 也没什么 又生命还没有得 说得大病绝症 所以一月派了得了绝症嘛 又绝望了 是吧 没有啊 不就是名利上受点挫折嘛 是吧 这其实在人生里边 这已经是小磨难了 但是呢 他没过去 现在是你也过不去了 你觉得看见他 你看我我现在学佛了 竟然他这样子 这影响我学佛啊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造成干扰 是 我跟你说 学佛是什么 修正佛法 尤其你现在在修正佛法 修正佛法 首先你的头脑中呢 目的是解脱 轮回的 知道吧 不是在这个世界 处理事情的 你是要 你的头脑中 要解脱六道轮回的 你的脑就是说 如果我不修行 那可能我会 在六道里面不断的转 是吧 这个世界只是 人道的一道 是吧 我要解脱轮回 我不是来这个世界 每天要把这个世界 看成梦怀泡影 或者是问他 真的假的 虚的实的 然后我这个老公怎么办 我儿子怎么办 我老公子 去处理这些问题 是吧 你不是在那件事 你至少要拿起 放下 一直折腾 是吧 所以这个世界呢 一旦一个人 在修正佛法 要去轮回 解脱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只是一个 他暂时在这个世界 修行的一个 一直点了 人道啊 他一直人道来修正啊 去放下自我啊 你不是在这个世界 解决问题的 你不是在这个世界 作为做救世主 或者是帮助谁的 这个世界是个幻境 你知道 但是你现在 你说说 你很很在意 这个老公怎么拉 我妈怎么拉 孩子怎么拉 他们好不好啊 我能不能把它们 弄得更好一点 就算他们更好也是 只不过就是说 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呗 是吧 当然我们能做就做 但是你终极的目标 不是在这个世界 处理事情啊 你是要出轮回的哦 你不是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把全部精力 放在这个世界上 处理这个世界 要把这个东西 布布弄得更漂亮 要把这个杯子 放的位置更对一点 有完嘛 这世界是幻境 幻境是有无之境的 造出来的 知道吧 那就没完 我告诉你 而且你哪有时间修正啊 是吧 这个世界只能旁观 一个修行只能是 它的目的是 生死轮回 生命轮回一定是破时空的 所以它一定在定态之中 去解决时空的 这个时间的流逝啊 它是解决的 它不是解决这个是 这个世界的承重坏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人道就是苦乐产卖的 你没有这个问题 就有那个问题 这叫因果世界 夜暴世界啊 你来到人道 怎么可能说 完全想避免苦难呢 没有一个人来到人道 能够完全避免苦难 只有你天人道可以啊 天魔道也可以啊 很快乐啊 但人道就叫苦乐产败啊 有苦就有乐啊 所以人道才更珍惜乐啊 珍惜那个美丽的东西啊 什么 因为苦难随时会来啊 旦夕祸福啊 生死随时会降临啊 病魔死魔随时会降伏你啊 所以人 你来到人道既然是个人 你就不要怕苦难 一半一半咯 是吧 你快乐的时候就知道 赶紧珍惜这个快乐吧 也有可能苦难了 苦难了承受不怕 因为你来到人道就要有承受苦难的力量 而且你既然敢做人 那人道的苦难对你来说 其实很多还在你的承受的范围 否则就你直接崩溃掉 那就是极端的两边了 知道吧 而你现在在修正佛法 那人道这一件事 人道的苦难也快乐也不 你就是个旁观者 你没时间处理 你处理不了的 人力是个夜暴世界知道吧 好多东西我们面对的每件事 都是你的因果熟了 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的因果熟了 面对怎样的老公 面对怎样的孩子 面对你的父母 怎样的父母 甚至你身边出现什么 什么样的朋友 都与自己的夜暴有关 知道吧 因为这就是个夜暴世界 是吧 就是说 抱怨是一点解决不了问题的 知道 所以修行者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什么我身边出现了这些样的幻境 等等就是这样子 有很多事解决不了 就算释迦牟尼佛来了 上帝坐在这也解决不了 知道吧 不是你能力少 没办法 他能把人道变成极乐世界 就是说大家都不苦吗 没有啊 众生的心 那个角度转不了 他就往死牛角节往去钻 你说阿弥陀佛坐在这说 这是极乐世界 你放下吧 他不放啊 是吧 比如 好好的他坐在那也没生 快乐也没有 烦恼也没有 突然他钻了牛角节 看见这个杯子不顺眼 我能不能把它变成方的 哎 他就盯上来 我要变成方的 我要变成方的 变成方的 我死不罢休 完了 苦难来临了 你说阿弥陀佛坐在这有用吗 阿弥陀佛只能说 你干嘛把他变成方的 你干嘛让他变 就这样吧 不行 我就看他不顺眼 他怎么能这么不完美呢 是啊 如果你改不了执着 总是恐难一直在闹 你说上帝坐在这有啥 有阿弥陀佛坐在这有啥 有释迦摩 有释迦摩 你如果死死的 要把这个改变成方的 谁也没用 除非有一天他变成方的 好 上帝说 好吧 好吧 看你可怜 我给你变成方的 放在这了 是 开心了 变成方的 突然登上扇子了 他怎么是绿的 我要变红的 知道吧 不喜欢红的 我不要这个绿的 离不了红啊 搞不定啊 我不要它了 好难看啊 怎么会是绿的 阿弥陀佛说 这个绿的嘛 也挺好啊 不信 这个绿的会让我祸眼的 我眼睛本来就怕绿光 我要红的 阿弥陀佛说 现在不行啊 那个杯子我可以变成方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绿的变成 这个绿的会受伤的啊 因为他是你老公啊 我把他搞定 他会受伤的 这是两个人的事了 是吧 好 我把他变红的 是吧 那等于另外一个人了 那不把他杀了吗 把他杀了 变成另一个人 就是红的 现在他是绿的 你说你的眼睛怕绿光嘛 我给你变红的 把他干掉 换一个人过来 或者离婚换一个 说离不了 困难来临 阿弥陀佛说 这下变不了了 完了 然后说 就会 能有啥办法 是吧 只能劝你说 你要不看看 绿色跟红色有什么区别 在这个世界上 红色绿色本无区别 知道吧 只能这样教育你了 所以你改变你的眼睛吧 是吧 我改不了扇子了 这个变方了 这个改不了 改变你的眼光 有一天看见红色跟绿色 无分别境界 只有成佛了 你才能突破这个困难 你成不了佛 谁也帮不到你了 所以天堂地狱 所有这个世界的困难 是众生自己执着 钻牛角结造成的 你怎么样 他要是不改变那个执见的话 你永远拿不出来 谁在旁边没人 是吧 很多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莲花里 你知道因为分别 因为但业往生嘛 他做噩梦啊 他不断地做噩梦啊 因为执着未尽啊 所以他在噩梦里面 真实的他觉得很苦 知道吧 比如你老公的事 假如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在莲花里面 就会脑梦到你跟老公吵架 举例子 就是这时候解决的嘛 也倒我是举个例子啊 很可能你现在 坐在莲花里 问到 哇 那个老公 她怎么好像附体了呢 这么说话 这么做事呢嘛 她甚至还想砸我房间 还不让我学修行 这不是磨吗 只有磨才阻止我 只学佛呢 不是磨才阻止我 你学佛的 磨不阻止啊 磨可爱学佛了 是吧 但是他心里不学啊 他是嘴上学的啊 但是 你老公阻止啊 他不是啊 你老公 约亲在主 才影响你学佛的 那就是在主来了 知道吧 你学佛你要离开了嘛 你不还债嘛 一般是约亲在主 才不让你学佛的 告诉你 你要是学佛 有人拦住你 那肯定是约亲在主 你还债没还了 你是想突轮回嘛 你不来还债了嘛 你这六道不是转来转去还嘛 你这样说的话 就要不怨我回来 还 这样忙 那不是还 还清了就没事了 嗯 就这样 一般膜不会啊 嗯 嗯 膜是毁坏正法的 他不会 还不这样的 终于要不要来 就这样 都会称 很难的 tensi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